美国18日正式起诉华为提出窃取商业机密 违反伊朗制裁令等控诉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为了应对美方可能采取的行动 华为要求供应商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大陆 台厂台积电日月光也受到影响 华为近期遭到各先进国家的一个禁用 那么未来势必会延伸到供应链的部分 所以需要要求供应商的部分转为中国市场为主 避免未来有产生锻炼的一些危机 报道分析美方已经起诉华为 未来焦点转移至川普政府 是否展开新一轮的技术封锁 全面禁止向华为销售关键半导体技术 以及其他美国制造的零组件 法人指出华为如果要台厂转移产线 必须先闯过三大关 包括资金、政府投资限制 以及半导体供应链生态系 关于日媒报道华为要求供应商将产能移往中国 台积电表示已在上海和南京设厂 可就近服务中国客户 日月光投控表示针对单一客户不予评论 法人分析如果要转移产线 必须先克服资金、政府投资限制 而台积电在台湾有完整的供应链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要求台积电转移产线是不太可能的事